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现在 哥怎么了 你先别急嘛 我们还没聊 你先别急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选的人可以吧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乞讨 就在记忆里换一个唱 哇 太牛了 太不太爱了 石头哥 恶狼传说 恶狼队 这就是街舞 真是泪 往下 要问节目里谁最棒 咱们七个是最强 耶 好好 差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激动的稍微慢一点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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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这个有过的是吧 他唱歌吗呀 等他 两声就我们就他往前 搞笑的那种感觉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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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帅的搞笑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对力 对 对 OK 我们可以来喝这个 五六 七 八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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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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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你发现这个石头是完全是在跳舞和不跳舞 是完全两个人 黄子涛队长再选出一名拜定选手 辛苦了 干什么 我只是跟你说辛苦了 我没让你做 陶队长 请做出你的选择 没想到我会输 你知道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还没许过 这样 我想想 第二个我选 石头 因为石头 你说两句吧 石头 你说两句吧 石头 我从一开始还选了CPUB 然后就一直是在CPUB 因为我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 然后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包括蛋蛋 虽然说他年龄比我小 但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长辈 因为他一直在照顾我们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地喜欢我们这个大家庭 我老婆的幸运数字是3 为什么是3 那是因为他是33号生日 也就是今天 然后 然后昨天晚上他给我发消息说 你在干嘛 我说在排练 然后我就问他 你生日想要什么呀 他就说 我希望你们全员晋级 我说好 没问题 所以说在跳舞的时候 我一直想的就是能 把这个作品能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更好的呈现给四位队长 包括不希望让子涛队长失望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赢了 我把这份礼物送给我老婆 C-pop 因为石头确实也是病 也是身上其实是带着病 然后家里还有老婆 他有这么累 他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东西 他下去的时候 我心里就是一直很难 有一些舍得他 但是我不想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 这一次整个下来 让我找到了 失去很久的一种当学生的那种感觉 跳了很多舞种 然后从之前的手往脚乱 慢慢地变得一个swag 对我而言的话 之后的舞蹈录制有更新的一些东西 这个节目很好 只要卷力一分 这世界很酷